一眨眼又到年底了 我想各家网站又会总结出什么好男人好先生完美男人的排行榜了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美之人 这些上榜之人只是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罢了 那好那今天我们也列了一份榜单 看看参加过光荣战放的那些先生们 有哪些人相对完美一些呢 首先我要介绍的这位 他在我心目中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两个字的完美先生了 他就是梁家辉 这个话呀还得从头说起 1983年梁家辉作为第一位以内地合作的香港演员 出现在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证当中 因垂帘听证当中细节的出色表演 让年仅27岁的梁家辉摘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演员的桂冠 但由于种种原因 得奖后的梁家辉却面临失业 我那个时候是就因为没戏拍嘛 但还是要生活 自己是念美工设计出来的一个人 就做了一些小事物 就拿去卖啊 也是一种生活 也没想到那段时间的生活 带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经验 因为你在路上每天这样接触很多人群 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人 而且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演员 很多人都会认识我 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过来聊两句 那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很多很多不一样阶层的人 也就在这个时刻 一个女人走进了梁家辉的生命 她叫江嘉年 香港电台制作人 她因不凭家辉的遭遇 执意邀请梁家辉参演电台广播剧 梁家辉心中对这个大胆的女人充满了感激 还有爱意 是缘分啊 看上了我夫人以后 其实有一段日子是不开心的 因为她那个时候有男朋友 这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的伤心 是你们就要挖出来 伤心了好几个月 还好他们几个月就催了 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去接班了 她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原来每天男朋友都会去接她上下班 突然间发现没有人接送 她觉得有机可畅 我不是光管接送 我那个时候完全拒绝工作 就陪在她旁边 送上班以后就陪在她旁边 哦 五点钟下班 我们回家 陪着另外一半去工作 其实是一种爱的体现 你去了解你另外一半的工作范围 了解她的工作情绪 工作环境 是一种对她的关心 随后 一部文艺片《情人》 让梁家辉享誉世界 影片讲述的是 1929年在越南的土地上 好的 配合条件 下面出来一个这样的电影 其实是 我们当演员的事 在这部戏中 有大量的激情戏 这种戏是挑战 也更是危险 很多男演员 既跃跃欲试 也有种种抗拒 稍有不慎 家庭就会因戏身变 但梁家辉不但坦然接受 更让人意外的是 她还主动邀请太太 陪她一起来到设置 在接了这个戏以后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小孩 所以我那个时候 一直陪伴我在旁边 拍这个戏的 不是我助手 是我夫人 我觉得两人共同生活 她也不是演员 也不是演艺界的 我有这个必要 让她去理解 或者是清除我的工作 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老想 我觉得那不真实 我怎么跟她讲 也不一定能够令她明白 那倒不如把她待在身边 我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种做法 是很爱这个妻子 还是怕惹麻烦 不是 这是爱的体现 江嘉年因病 以不负年轻时的美貌 但梁家辉对她的爱 丝毫没有改变 有个女的影迷说 我最感动的就是她 陪她妻子散步的画面 对 但是我坦白跟你说 这种爱 已经没有很久 自从女儿出生了以后 我在另外一半的幸福中 已经从那么大 变那么小 我的小孩出生了以后 她也再没有陪我去拍过戏 所以我已经没有享受到 这种爱已经很久 一直到十月围城 她陪着你去的 对 因为十月围城开拍的时候 我女儿已经到外国念书了 终于有时间了 对 她终于可以把这份爱 再还给我 带给我 很令人羡慕 梁家辉用心经营自己的爱 经营自己的家 更用自己的行动 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着 两个女儿 晚上八点半 爸 睡觉了 好 给我一分钟 洗手 到女儿房间 按摩 脚底按摩 哇 好动人的画面 从他们三个月大开始 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小孩子因为经常是抱着躺着 这血液循环 不一定很好 所以有时候晚上擦擦背 捏捏屁股 揉揉脚板 会帮助这个婴儿的血液循环 给他们按摩的过程里头 虽然时间不会很长 因为按摩 他五分钟就睡着了 但是很享受那五分钟 跟他们的那种接触 身体的接触 这种爱也已经没有很久 达到十一岁以后 就不让再碰 真的 之前还可以碰碰小腿跟脚板底 现在连小腿都不能碰 女儿心中有好男人的标准 就是他这样 不是 他们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好爸爸 他们觉得我是一个 很听他们话的爸爸 我两个女儿都会比较成熟 跟他们的年龄有点不像 他老跟我说 爸你这样宠我们 我们会坏 我就跟他们说 我是失控了 没办法 上天赐一对一双女儿给我 就是让我失控一下 我父母以前给我的一个家庭概念 我想我现在也应该会带到一点点给我女儿 让他们认为回到家 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爸爸妈妈是应该怎么样伤处的 他们是怎么样伤爱的 这些我觉得我都会有 对我女儿有影响 就好像我那个时候 我父母性对我的影响一样 相连相恋 被私亲 一生一代一双人 或许这就是梁家辉与江嘉年最好的写照 都说婚姻是围城 但梁家辉却把婚姻变成了一座城堡 坚不可摧 我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但是我对婚姻的感觉 就是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一种概念 可能是从父母那边过来 他们给我的那种婚姻的概念就是 你们两个那么有缘能走在一起 就应该是一生一世 接下来我们要盘点的这位 他在演艺圈中是少有的人品和艺品 可以画等号的男演员 他就是郭小冬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散开新的世界 记忆的扎门 一副副一阵阵 不能忘却的花卷 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春 真心中默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2006年一部新结婚时代 放在新结婚时代的时候 跟我打电话 边哭着边说 小冬啊你知道吗 你们演的这些就是我跟我老婆的事 然后又说你知道吗 你演的就是我跟我老公的事 你知道一段 但是也有人说 因为看了你们这个戏 让我更懂得去珍惜了 因为看了你这些 说瞬间我们两口的一切是冰释前嫌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其实就包括我自己来讲 我也是因为演了新结婚时代之后 就重新跟我太太走到了一起 拍完新结婚时代之后 我就意识到 其实谁都有问题 哪有完人呢 哪有那么完美的人 没有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 电视剧的热播 让观众朋友们 一边议论着何建国 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好丈夫 一边呢又在讨论着 门当户对 会不会成为婚姻的障碍 郭小冬却说 信佛以否不来自于门当户对 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对爱的理解 谁能给我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 什么叫门当户对 我告诉你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背景大致相同 比如说我们都是都市里的 或者我们你是工人家庭的 我也是工人家庭 或者你是干部家庭 我也是干部家庭 就是我们所接受到的 那个教育背景是一样的 难道这些人当中就没有问题吗 难道这些人当中性格就没有问题吗 人跟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 我农村来的 我相信我太太很幸福 那有的人是 你太太是武汉都市里的 都市里的 他们说我这样的叫凤凰男 你是攀附他们了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幸福与否 而真的不来自于门当户对 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对爱的理解 对家庭的定义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经常就说 什么叫喜与悲 什么叫欢与愁 其实就一念之间 就是一念之间是直接取决于你所有的心态的转变 当你的心态好了之后 你觉得门当户就是个事吗 所以我觉得幸福的 幸福的定义很重要 你内心对幸福的追求很重要 而真的不是来自于外在 外在的一切 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很多人都说 郭小冬算是一个好丈夫 他却说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而在我看来呢 他的这种自省和谦逊 恰恰是他完美的体现 因为一直在外面拍戏 然后我太太有时候去个医院什么之类的 我又不能陪他 有时候偶尔回来之后 总是他总是会说 哎呀 他说你从来就没陪我去过医院 但是你知道应该去医院有多麻烦的一件事 其实说实话 真的瞬间我心里挺内疚的 我是说是啊 我说我在心里在想哈 这确实也就这个职业会 会丢了很多东西 需要你去陪他上一次医院的话 那已经是很宽容你了 是的 记质体贴是早晨 你要给老婆把牙刷挤好 然后中午你得把饭弄好 然后你得周末你得陪老婆上街买东西 逛商场 知道老婆爱哪个柜台 你就先到那站着去 排队 然后各种重要的节日 你都会特别注意的细节都给他想好 那我做不到这点 就我觉得我不称职在这一点上 我不称职 有些日子我记不得 我确实有时候记不住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老婆就会问你说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说什么日子 你再想想 我想不起来 那你再想想 我说还是想不起来 他说今天是我们俩认识的日子 我天哪 我说认识的日子 那结婚纪念日总应该能记住吧 或者你妻子的生日呢 这都记得 那他那个生孩子你在医院吗 那必须得在医院 但已经做得不错了 那不行 还是我远远不够 我有改进的空间 那你在你自己的家庭里 会不会特别着力的在经营这份感情吗 我没有刻意去做 但是呢 可能也是因为做演员的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吧 就会对这个爱相对比较会 就是比较会表达 恩太太我觉得可能也是 经常说爱 肯定我觉得也 我没有 我确实我也要检讨 有改进空间 对 有改进空间 但是就是比如说每次出媒的时候啊 就拥抱什么 这个都是有的 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在剧组拍戏 我就没有问这个婚礼的事 我说没事 你怎么准备都可以 我说 我都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么隆重 他请了当时他拍电影儿暖的 那个著名的那个美术师 专程飞了好几趟 飞到山东来布置整个会场 我都不知道 然后等我穿上婚纱往那走 我看整整一面墙 就是特别大的一面墙 全是玫瑰花 然后他们还告诉我 是中间有一部分是他亲手插上去的 因为我们都是 就是头两天飞回的 飞回山东的 其他的事都是他 他山东的那些哥们 帮他帮他一手操办的 所以 所以当时真的特别特别感动 在家庭中 郭晓东是个好丈夫 在工作中呢 郭晓东也是个好先生 与他合作过的人 对他的合作态度和他的好脾气 无不交口称赞 如今的郭晓东 在生活中和事业上都正直壮严 应该说也是创作上的最好时机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迎来更高的挑战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拥有更完美的事业与生活 我记着的就锁在满满路上 那场总和不朽的真爱 这是我生命的那份真正 心中摸不去的那一遍云彩 我苦苦只是男人世界 愿大爱无将达到无意 满美先生攻略二 不忘每个纪念日 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女人啊 要想拢住男人的心 你就得抓住男人的胃 但是现在黄磊则告诉你 你要想让老婆幸福 就得先让老婆吃得好 我们家就是我做饭 她不会 一点都不会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厨艺 我可以请很多朋友到我们家 来做一桌饭 一桌菜 她也让我别学 我学一两样 她说别学 学着干嘛 没必要 我觉得厨房是一个特别 可以展现我才华的地方 在我的眼中 黄磊算是个高情商的男人 在家庭生活当中呢 他更是进退得已 小矛盾呢 吵架肯定会很正常 这件事最大的一个矛盾 我觉得就是我上课的事 有过一段挺危机的 就是因为我 97年我留校 就带了一个本科班 就每天在学校上课 给学生上课 但是呢 学生多 然后又想出成绩 所以我经常就 他们给我起外号 学生叫我黄家课 你上课就加到半夜两三点钟 排到就学生都睡着了 还在那排呢 就一组一组的上去排 排的也两三点 我是一个算事业心 还挺强的一个人 我很希望在教学上 能够有成绩出的 所以那时候就 比较忽略他 他经常在家里 就一个人跟家一呆呆一天 在我印象中 好像就因为那件事情 我们那段时间 吵得比较平凡 后来就是 小吵了 就是鸡毛蒜皮了 后来我觉得他也理解我 后来我觉得我讲一个话 他挺 挺接受 我说你看我对学生会这样 我说 我对你肯定会更好 两口吵架 其实没有道理 谁都没错 谁也都没对 但是吵的时候呢 他都会有一点 但是呢 等一会大家想想 何苦呢 其实和好的时候 根本不是因为道理和好 还是因为情感和好 原因是因为情感吵的 用道理解决不了 一定用情感解决 有时候是不知道哪 就不对劲 就可能会变腻 完美先生攻略三 牢牢抓住他的胃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先生呢 他也会为妻子做饭 但他是谁 或许你想象不到 给你个提示吧 他的身上标签是 专情二字 更曾因一往情深的消灯 成为观众心中的梦中情人 对了 就是 一秒准备好 我们就出发 头轻轻靠在我背上 这一刻呼吸倾听 这心跳在舞蹈 幸福长从心底蔓延 时间陪我们在奔跑 你的体温我感觉到 我的世界因为你变得更美好 风雨多大已不再重要 现实中陆毅对妻子鲍雷的专情 也是羡煞旁人 从二十年前上戏校园中的偶遇到今天 陆毅与鲍雷有着无数关于爱的故事 我记得他曾和我讲过 第一次去见丈母娘的经历 你和鲍雷呢 那种爱的承诺 一直没有变质 人们觉得在演艺圈很不容易 当时第一次去那边见面 我还是以同学的身份去的 那你那时候实际上已经跟爆雷 已经好了吧 好了没几年 你说没几年还是没几天啊 没几年 没几年 然后你是以同学身份上他们家的 对 因为他上我家我也介绍 他是我同学 那你觉得凭你父母和他父母这种过来之人 就真的能被你们蒙蔽吗 其实是他们早就看出来了 是因为他们怕我们不好意思 也就没点过 那时候父母对你的印象好吗 你对他们家是什么印象 他们对我印象 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就是跟我父母一样 都是那个单位职工很平凡的 他们对我印象也很好 高大 高大 没觉得 这不行 这小伙子长得太帅 靠不住 这没有 没有 没有 你妈妈看见爆雷什么感觉 也非常喜欢她 因为爆雷平时也是 不怎么爱说话 安安静静的 不爱讲话 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东北姑娘 特热烈 对 她不爱讲话 当时你们俩长得很像 但是也产生过矛盾吗 可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 一开始是两个人不同的 但我觉得跟她的一些 体系性格思想方面的东西是一致的 你看我们这个上面 登出的你的照片 这是你和你那个爱人的照片 很风花雪夜的照片 你就不怕伤了女影仪的心呢 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2001年的时候差不多 我就说我有女朋友了 就是这个一直到现在 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杀手锏 是不是免得麻烦呀 不是 我对自己生活方面的要求 还是比较传统的 这点跟我父母比较像 父母的爱情观 生活观 一直是我的要学习的榜样 就在今年7月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陆毅对爆雷的一句 你千万别做家务 我可不希望你变成家庭主妇 那个样子 这句话也引发了好多女性 对好男人标准的大讨论 不少女性观众表示 但求一个像陆毅这样的 会做饭 会疼人的 好老公 有那么一句话叫 治大国如喷小鲜 很多媒体上都宣传 你是多么多么的会做饭 女孩我想特别感动你 就是你对爆雷的那番爱情 然后特别羡慕爆雷的 就是说据说她想吃什么 你就随时去做什么 甚至是夜里都去给她做 对对 真的 真的 你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我应该都会做 都行 对 咸熟的一塌糊涂 对 切的好看不好看无所谓 刀工这是 这准备做什么呀 黄瓜炒鸡蛋吧 黄瓜炒鸡蛋 这不是上海拿手菜呀 现在爆雷怀孕 他会不会经常突然间想吃这个 然后你做好了他又改变主意了 没有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根据医生说的 什么阶段 什么孩子长骨骼 什么要吃些什么东西 那是分哪几个阶段啊 你都给他 第一个阶段就是 第一个 没切好 我就估计你切成这样 爆雷都不想吃了 好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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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阶段我们的爆雷要吃什么样的对孩子好呀 有营养的什么骨头汤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些海鲜海带啊 那个时候对孩子的那个骨骼的生长最有益是吗 那现在他应该吃什么了 现在已经可以随便吃了 随便吃了 那你都不在家 你怎么可能给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呢 其实那个 在家的时候给他做 不在家就让我父母做 确实我觉得路易很熟练 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不停的在操作啊 在家里最常做的是什么菜 最常做的也就是炒炒鸡蛋什么 这变化也太大了 刚才说是什么东西 不热 不热啊 不用炒了 反正就是把油倒进去吧 哎 你是不是应该打个鸡蛋让我们感受一下 知道什么叫明星了吧 其实这事我们大家都干 他一干大家就要 你看这么多摄像机啊 老也老 对对对 那这些你们都不会吗 知道什么叫明星的榜样的力量了 你的点点滴滴都是放大的 现在因为这个锅可能不行 做咱就不用做 但是你放什么料 先放点油 注意什么 等油热了放点葱 把那个锅热一下 呛一下 有一点葱的香味 然后再放黄瓜 烤完之后再放鸡蛋 然后再 就鸡蛋里面要放点盐 那如果这个时候爆雷突然间叫你 你怎么办呢 先倒出来 然后先把它给安顿了再回来 如果不好吃的话就蘸蘸醋汁 就可以像吃火锅一样蘸点调料吃 好谢谢 童大为应该算是新时代好男人的代表了吧 他在结婚时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最初的婚姻 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婚姻 真是听了让很多人都感慨万千 童大为结婚呢 我我是因为你的一句话我注意到了 就是说好像大致的意思我不是最准确 就是说这是我 唯一的一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 我说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是戒律吗 还是诺言 我觉得就是像单身的一种告别 然后希望身边的朋友都以这个标准来监督我 我觉得就是婚姻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 你结婚了就是有很多事情不能做 大为是一个对自己还是很自律的一个人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那你怎么看待男人的移情别恋 我觉得要从夫妻缺少沟通这开始说 就可能是两个人缺少沟通 然后缺少共同的话题 两个人话得越来越少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然后我是觉得 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我的聚会啊 我的一些应酬 我都会带着我老婆一起 一起出去的时候呢 两个人就是在与人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取长补短 然后互相的去弥补 就是对方有一些说的不是很到位的话 或者做的不是很到位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两个人也会认识对方 在工作状态下两个人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方方面面的时候 两个人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会发现对方那种 自己平时不多见的另一面 然后这另一面其实是对自己 是一种新鲜血液的补充 对两个人感情新鲜血液的补充 为了保护好这唯一的一次婚姻 佟大为学会了让步两个字 也研究出了属于自己的 杜绝情感出轨的好办法 你会不会提醒那个女演员 如果她找了个账户是男演员的话 一定不要留女演员的电话 反正我现在是这么做的 我现在就是拍戏的时候 不太跟女演员留电话号码 留电话会出事吗 我觉得是给自己少一些 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土壤 是不是你自己是个很脆弱的人啊 在感情方面 不脆弱 我一点都不脆弱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不给自己这样的土壤 那你干嘛给自己这么多紧箍咒啊 其实剧主就是一个 资深感情的创作的土壤 不不不 我就不不 那个 结了婚的人要自律 一定要自律 我觉得 我主要是我 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我觉得 就是 你说 从不认识到认识 这男女演员在一个环境 在一个 有的尤其是什么穷乡僻壤 一待待好几个月 日久生情这个事 那是人性 他不是说 我多高尚 我多崇高 我多自律 我就能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你就是高尚和自律 反正我现在就是 绝不给自己这样的土壤 我一般都是 我到外地拍戏拍 拍一段时间 我也是 我们组里头聚会 我都会说 一帮男的出去 一帮男演员出去 吃吃喝喝什么的 那不是孤立女演员吗 而且我觉得 随着有一天 你的成熟 你一定能够做到 什么事都带着女演员 但也不产生 日久深情的现象 我现在觉得 我也能做到 但是我还是希望 不给自己这样的土壤 2013年一部 北京遇上西亚图 不介意相爱的女人的身份 不介意她肚子里的孩子 别看吴秀波 把这个角色 诠释得这么完美 但是我敢肯定 他本人也做不到 尽管如此 吴秀波身上 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经纪公司 不希望他曝光二胎的时候 他却能为了孩子的感受 主动地在节目中 向世界宣告 小儿子的存在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只知道我的大儿子 不知道我的二儿子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不是你一个人 你有你的家人 你要养活你的家人 你要挣钱 我的大儿子七岁 我的二儿子三岁半 我要抚养这个家庭 我要做 做一个让人 没有意见的演员 所以家人说 当二儿子出生的时候说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有二儿子 这样恐怕不好 我说会怎么不好 他说你可能工作会不好 那样你就挣不了 更多的钱 让活得更好 我说好 那我就不说 然后前几天 我爱人说 你应该跟别人说 你有二儿子 我说为什么 他说那样 如果不说的话会不好 我说会怎么不好 说会对小语不好 我觉得他说的都对 我随时要改我不好 在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当中 最深沉的 也就是最难表达的 就是爱意 吴秀波 能够直接地向儿子表达爱意 在我看来 是他最接近完美先生的表现 我跟我儿子打电话会很短 最重要的两个口头语 一个是我爱你 一个是嗓子啦 第一次说也挺别扭的 我会害羞 但是说完了以后 我发现没有比这个三个字 更有用的了 所有的话就这一个意思 所以每次你只要说完这三个字 舒服极了 太幸福了 我儿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躺在床上 看着电视发呆的时候 哥俩就躺在我边上 我管他们都叫哥 你们这儿汉哥 语哥 还不睡啊 然后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沟通 我想他们也绝不会问我 说爸爸你想啥呢 早就知道了 他们应该是不在乎 就像我小时候不在乎一样 所以我 我同意他们不在乎 所以我要写歌 我要拍戏 我要做所有能留下来的事情 把这些声音给大家看 完美先生攻略6 爱子之心不可少 最后要说的这位先生 在我看来他身上有很多的传统美德 但是他对妻子的态度和爱意 可是一点都不传统 人家呀都是夫为妻刚 到了他这却成了妻为夫刚 她是舞台上的幽默大师 六月六 六月六 六月六啊 六月六 爱 全英 她是生活中的安静学者 我看的戏 比绝唱的戏都多 小男人大学 她是模范丈夫 古汉林 如果说女人是花朵 那丈夫就应该是太阳 丈夫的爱呢 就应该是阳光雨露 古汉林把太太的幸福与快乐 当作自己最大的责任 听说你这个除了忙碌以外 你关键还很会一些精细活 什么做衣服啊 整理家务啊 你都是好手 对 据说这个我们有这个图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面写的是 龚汉林制作的衣服啊 对 有证为惧 这你穿的他穿的 风衣连衣裙都是你做的 都是我做的 真都是我做的 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情侣状 那个时候你们生活很奢侈啊 买不起你不再做了 不是说我们奢侈 是由于我们生活比较结局 但是你们给人感觉 你们很富裕 你看穿的 其实就是 那个时候的原则就是 花最少的钱 做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买的布料都是边角料 都是布头 你像这个红裙子 就是一块布头 很便宜的一块布头 我看了它大小之后 我就跟金珠说 我说咱买这个吧 他说干嘛 我说可以给你做条裙子 他说能吗 我说一定能 还也是 荷叶边的大铃 对啊 特时髦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曾经看过一本 阿尔巴尼亚画报 那时候我们跟阿尔巴尼亚 不是好吗 那时候我们接触的西方思想 就是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画报 其中有一个女演员 非常漂亮 穿了一件裙子 我看她的裙子底下 还是斜的呢 这块布料只能这样 不够 所以我说 如果咱们要把它做成 正常的状态的话 我说这块布料 咱们就得捡去大半块 我说反而不够了 如果我说按照我的想法 咱们就这么做 其实现在也不过时 从来你就不传统啊 因此我就这样跟她做了 做了影响 这裙子现在还留着吧 现在还留着 这一条裙子就俘获了她的心了吧 其实是她追的我 不是我追的她 我一定要跟着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不是龚汉林追的金珠 当初是金珠追的龚汉林 那她金珠追你 应该她给你洗衣服 她给你做衣服 给你 我一旦认知了这样一位女性 就是一切一切 都要围绕着女性去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说幸福两个字 那幸福是什么呢 其实幸福就是在柴米油盐中 一个肯为你做饭的男人 一个肯为你量体才艺的男人 肯定是会让你知道幸福的意义 哎呀小的时候 我我们家多少新衣服 都是我妈妈在这样的缝纫机上面 给我做出来的 我要帮你服什么 没有没有 哎这会就好 我现在站在你旁边 有点不好意思 我应该干得比你好啊 那就好了 把皮带上上啊 哎还真行哎 这一块布 哎真行行行 哎呦这声音好好听啊 行行行 哎呦眼睛不行了 原来你你你穿这个针时间很快吗 原先没问题啊 但现在哎呦我真是 我们我们哎呦我们只是做样子吧 因为穿线我真的穿不进去了 你弄起来我来穿 呃谁能把这线帮我穿进去 在这绕一下 在这这么过来 才能穿 不是说直接把线就那么 哎 小时候我也简单弄过 这完了 这我这我是一点 我都 我一点 这考验我 我我我不是智力问题了 是眼力了 这关键是这还得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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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这种日子嘛 哎 要不这样吧 我给大家就是表演一下 大概这个这个缝纫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啊哈 穿进来了 穿进来了 按道理讲 那么穿是不应该 穿反了 对一定要从那边穿 但是 但是证明我眼睛很好呀 对对对对 行 说明我是个合格的女人啊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我们就试验一下 试验一下啊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压脚 压脚压上之后 然后走两下线 走两下线 好了 嘿 嘿 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砸一个 无度 哦 还可以 这是通常这是砸领子吧 对啊 对啊 嘿 我们可以转一个圈 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袋啊 你这是无师自通的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记住 我们要把它来回的砸两下 哦 哎 这样的话就显了 你看 你的线根本没有穿进去 其实线早就掉了 他不知道 我根本就看不见 但是缝纫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 我们把这个缝纫机拿出来 把线走好 然后把针穿上 哎 把你要砸的布料 放在这个刃脚下边 然后把刃脚放下来 把线要捋一下 绕到它后边去 对 轻轻的走动 拉起肥轮 就OK了 不是说穿进去就可以 还必须是 正确的穿针方法 嘿 如果要砸裤子 这就可以了 哎 你看我做一件 连一群要多少布 嗯 看看我的肥度 广度 这个不一定 第一要看这个 面料的浮宽 浮宽是多少 根据这个浮宽 才能够定下来 您究竟能够 需要多少面料 但是凭我的感觉 这一块布料 要是给您做一个裙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没有问题的 确实是没有问题 还半漏苏间呢 这真的没有问题 其实很简单 做裙子有多种多样 如果呢 把这个搭在前边的话 这就跟以沙利差不多了 就是印度的以沙利 大概就是这样 拱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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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本来好看啊 后边就算是蝴蝶结啊 就算是蝴蝶结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